大家好,欢迎收看直风里看电影,我是直风君,今天给大家说的是1986年的异形续集 詹姆斯卡·梅隆在1984年以终结者在好莱坞打出了名气,然后就迅速以此片开启了他商业大片的《成神之路》 本片成本1800万,收获全球1.8亿票房,并拿走了两项奥斯卡大奖,被称为史上最佳电影续集之一 它的经典之处在于,减少了前作里神秘恐怖的氛围,增加了科幻元素,以战争动作片的方式满足了观众对异形的神秘感 从封面就可以看出卡梅隆想要打造一个女版的蓝博,因为在当年正是美国是多个明星的皇帝年代 用简单的话来概括这两部异形,第一部是吓出响,第二部就是炸出响 本片的剧情也承接了前作,飞行员埃伦雷普利逃出诺斯托罗莫号运输船之后 逃生船就出了故障,他一直就沉睡在太空里漂流 终于在57年之后,他非常幸运的被维兰德公司的飞船遇到并营救,恢复了清醒 如今他的女儿早在10年前就过世了 他不仅成了孤家寡人,还要面对维兰德公司的质疑 因为高层怀疑他炸毁了价值数百亿的运输船,然后编造了一个毫无证据的故事 于是就吊销了他的飞行执照,为什么高层怀疑他的话呢 因为LV426号行星已经被维兰德公司改造,加装了大气改造机 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太空殖民基地 甚至已经有几百人在那里安家落户了 据他们所知,这颗星球目前平安无事 但是目前平安无事不代表它就很安全 镜头转到LV426上 这天一家人正在外出探险 无意间遇到了一行一里那个马蹄行的飞船 本以为是发了大财,没想到是天降和祸 其中一人感染了暴脸虫 不久后这个殖民地就与地球失去了联系 维兰德公司这才猜测,基地应该是被雷普利口中的一行侵占了 于是维兰德公司的代表伯克和格曼中尉一起见了雷普利 邀请大座部队的特别顾问前往LV426查看情况 因为只有他见过一行 假如他愿意前往 公司承诺会恢复他的飞行驾照 雷普利最近正在一个码头做装卸工 活也挺累 晚上经常做噩梦 既然能恢复驾照 他才决定冒险去直面自己的恐惧 获得心灵的解脱 很快他就和一个精英战队登上了苏拉克号太空战舰 这帮人携带的都是重型装备 其中有新进长官缺乏实战经验的中尉格曼 黑人士官长 沉默机制的希克斯下士 贫嘴的哈德森 整部戏的台词有25个发可 他一个人就说了18册 还有彪悍的红头巾女兵詹尼特 怀抱MG42改装的重型机枪 这款枪是1942年纳粹德国的产品 在二战期间被称为希特勒的电锯 也是盟军士兵的热梦 当然随行的还有一名生化机器人 名叫主教 雷普利因为前作的关系 对生化人很不感冒 至于其他人就不一一介绍了 反正都是饭盒 到达LV426号行星后 他们就坐登陆船来到了殖民基地 可是经过一番调查 他们发现 殖民地内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战斗过的痕迹 奇怪的是 基地里连一个人影都没见着 不过很快 他们就在一间实验室里 见到了很多泡在罐子里的爆脸虫 其中还有两只是活着的 在一行一里我们知道 这种虫子抱着人脸后 会在人的体内寄生一枚胚胎 然后演变成破胸蛇 再长大变成异形 根据基地里几百人口都不见的情况 这帮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 事情有多糟糕 自大的认为 他们的装备齐全 火力生猛 没什么可怕的 不过他们很快依靠生物探测器 见到了一个小女孩 是基地唯一幸存的人 叫纽特 藏在一个通风管道的隔间里 才活了下来 他的家人都已经死了 刚好雷普利正在经历 丧女之痛的时期 潜意识里就把他当成女儿一样 关爱有加 公司的代表伯克说 每个移民都有定位器 可以通过电脑 发现他们所有人的去向 原来移民都聚集在 这个基地的核反应炉上面 这当然很不正常 必然是一行 把所有人都抓到了一起 于是除了中卫四人留守不战车 其他陆战队员立刻前去调查 由于在核反应炉上面 使用脉冲武器的话 就会引起核子爆炸 只能使用普通弹药和喷火枪 原来这个地方 已经被一行改造成了一个巢穴 他们将活人抓来挂到墙上 统统感染爆炼成 而且这里竟然还有一个活人 胸部已经钻出了一条破胸蛇 眼看是活不成烂 士兵立刻用喷火枪将其杀死 这一下立刻惊动了 隐藏在暗处的一行 他们纷纷开始现身 所有队员在猝不及防之下 一个接一个被一行抓走 伤亡惨重 面对这种状况 毫无实战经验的指挥官格曼 吓得嘴打哆嗦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雷普利箭撞 接应队员撤离 铺垫了这么久 本片终于迎来了一波小高潮 一大波一行接连爆炸 队员们也只剩下了三个 哈德森 詹尼特和希克斯 他们愤怒的直接把格曼 揍晕了过去 其他的炮灰全灭 责任在于指挥事物 也在于这帮人太过轻敌了 雷普利给他们强调过一行的厉害 他们根本不以为然 如今的状况算是在意料之中了 雷普利建议只能回到母舰上 用核弹炸毁这个基地 但是伯克还说 一行是公司发现的 非常有价值的生物 应当视作是公司的财产 他们没权将这些一行杀死 到了如此境地 他竟然还想活捉一只回去 真是有点疯了 格曼晕了之后 指挥权自然落到了 军衔最高的希克斯身上 众人投票都同意女主的提议 于是立刻联络登陆船 先回母舰 可是呢 登陆船上竟然钻进去一只一行 两名飞行员连任带船 一起炸成了渣渣 这就很无奈了 没有登陆船 怎么飞回去呢 他们只好退回实验室 封死所有的出入口 等待救援 还好他们有几套感应武器系统 乐观点说 应该能阻止一行的进攻 不过这种影片 往往都很不乐观 既然这些一行抓走人类 让他们做技主 那么这些弹是从哪来的呢 他们推测出 一行的族群 应该类似于蚂蚁或者马蜂 他们抓走人类批量感染 是为了培养最强的个体 长成女王 然后负责产卵 壮大族群 究竟推测对不对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主角也说出了伯克 让他携带两只爆脸虫的计划 这伙竟然到现在 还想将一行样本带回公司 获取金钱和地位 雷普利查了移民的日志才发现 原来那些移民之所以会感染 都是伯克听了他的报道之后 优导居民去调查外星飞船的 真是利誉讯息 完全不顾人们的死活 这次他俩的冲突 伯克就怀恨在心 正在此时 大批的一行开始进攻基地 感应武器的一千发子弹 还没支撑一会儿就打光了 一行已经开始冲击封闭的防门了 怎么办呢 生化人主教说了唯一的办法 他自告奋勇爬出通道 去遥控母舰 派出另一架登陆船下来 载他们离开 那么大的母舰上 居然没有派人留守 他们都不怕 谁把飞船给偷走吗 算了 这个不是重点 另一个通道的感应武器 子弹也快要打光了 怪物之多 政府和卡梅隆大偏的要求 好在感应武器也打疼了一行 他们暂时放弃了进攻 格曼也暂时清醒了过来 雷普利抱着纽特刚睡了一会儿 突然发现 屋子里竟然溜进来两只爆脸虫 他马上到监控上呼救 结果伯克居然把那个屏幕关掉了 很显然 这虫子就是伯克搞的鬼 雷普利机智的游用火 引发了报警器 这才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士兵们立刻打碎玻璃 过来营救 非常惊险地将两只爆脸虫 都给消灭了 雷普利出去就大声地质问伯克 他猜测 运回到公司 其实事实就是如此 但是伯克就是死不承认 雷普利也毫无办法 正在此时 异形居然切断了电源 生物探测器显示 一大群异形利用通风管道 爬进了实验室里 众人一边疏私抵抗 一边撤退 到处都是爆炸 哈里森 詹妮特相继牺牲 纵观卡梅隆的每部片子 我们会发现 里面都会有一个人 代表利己主义的中产阶级 伯克就是这样的人 大战役期立刻丢下队友 自行逃命 导演似乎对这种人深恶痛绝 全都没有好下场 一开门就让他领了火饭 纽特在基地里 对通风管道最为熟悉 带着雷普利和希克斯 顺着管道要爬到楼顶的出口 可是纽特不慎掉进了底层 等雷普利下去救他的时候 纽特已经被异形给抓走了 希克斯也在上电梯的时候 被异形的酸血怒伤 失去了战斗力 正在此时 主教成功遥控过来 另一架登陆船 雷普利将希克斯送上船 安顿好之后 他坚持纽特还活着 他要立刻跑回巢穴里救纽特 这段路程竟然出奇的顺利 有惊无险 果然在巢穴里 纽特还没有被寄生 刚把他救出去 他们就发现 这个巢穴里居然还有一只 正在下蛋的异形女王 一些异形哨兵 正要过来包抄他们 雷普利立刻用喷火箱示威 异形女王感觉到 女主的武器会摧毁她的蛋蛋 便命令手下 任由他们自行离去 但是女主在临走之前 还是摧毁了所有的蛋蛋 此时基地也即将爆炸 雷普利和纽特坐上电梯 一路回到地面逃走 一形女王紧追不舍 但是在爆炸之前的一瞬间 二人顺利坐上登陆船 飞毁了母舰 殖民地也在核爆炸之下毁灭了 女主这才松了一口气 刚要向主教道谢 却没想到 一形女王居然躲在 登陆船的起落架上 他将主教四成两半 又开始追击女主二人 雷普利退无可退 为了纽特也为了他自己 他选择驾驶卡特比勒 P5000动力装载机与女王硬刚 这一幕应该也是 美国影史上最早的机甲对战 不过机甲的概念 早在70年代的日本漫画里 都被广泛使用了 雷普利将女王潜住 经过惊险的拼斗 终于通过地下舱门 将一形女王吸进太空里 彻底消灭 主教也在只剩半截身体的情况下 救了纽特一命 雷普利将主教破损的身体 重新拼接完好之后 和纽特与希克斯一起 进入了休眠 一路返回了地球 到此一行二就结束了 他与前作的经典和不同之处 都在前面介绍过了 再次补充另外一点不同之处 在一行一里 雷德利斯科特认为 机器人科技的未来是悲观的 所以人造人的人设 去向于黑暗 而在一行二里 卡梅隆则认为 机器人科技的未来 是积极向上的 所以人造人的性格 善良又美好 至于观众们怎么认为 这也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好了小伙伴们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观众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